在網路爆炸的時代 電腦很厲害的人待在電腦前 卻只會被別人當宅男 對 AI 機器人和程式語言很有興趣 卻不知道該從哪裡入門 滿滿的 idea 卻無從發揮 只能懷疑人生 別難過 現在就讓我告訴你怎麼用 Python 程式語言 打通你的任督惡脈 讓你用程式碼改寫人生 從宅男翻轉成琴場職場高手高手高高手 一般人都認為程式語言遙不可及 看到程式碼仿佛看到火星文字 看著工程師打出一串看不懂的文字 卻能變出意想不到的遊戲及網頁 簡直跟魔術師一樣 現在就讓我來揭開這魔術的面紗 Python 是一種廣泛應用的高階程式語言 輕鬆於各平台上執行 Python 語法簡易明了 開發者能用一半行數的程式碼 就能完成 C 語言、C++ 或 Java 的 30 行程式碼 還記得從前沒有導航的時候 我們開車時都要打開厚厚的紙本地圖 然後尋找往目的地的最佳路線 耗時又容易出錯 而現在只要輸入目的地 導航就會找到最快的路線 帶我們到天涯海角 Python 就像是擁有導航的程式語言 它豐富的程式套件 讓原本繁雜耗時的設定 套上程式套件後 魔術般的一瞬間就完成了 透過Python 你就能學會各項新時代的科技武器 就像是打遊戲 Python 就是你的技能數 把必點技能點好點滿 強力逆天技能就能解鎖啦 所有夢想的高薪職業 也都能夠自由選擇了 Python 基礎程式設計開發班 一般人走進便利超商會看到很多的食物 但如果你有基礎的Python 程式設計概念 你就像得到一副外掛眼鏡 你將能看到食物背後的鈉含量 卡路里等等全文字的說明 再利用Python 部件導向設計 和完美套件 處理資料訊息 爬取你所需要的資料 並進行基礎解析 從Python 程式基礎語法 了解程式邏輯與基礎程式控制與應用 輕鬆打造你的爬蟲程式 你就能像駭客任務裡面的尼歐 不只看透充滿程式碼的世界 還能夠操縱並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還記得剛畢業成為職場小菜鳥 進公司想要好好一展長才 卻不知前面老大們 各個磨練你的雄心壯志 一下子就是幾千幾萬筆的資料數據 頂頭上司表示 幫忙分析一下 下班改份分析報告 那 那麼多的資料 我要怎麼辦 別擔心 Python 資料科學分析實戰班 帶你入門基礎資料統計分析 利用Python 語言進行資料篩選與處理 找出你需要的資料並歸類統整 將數據資料視覺化 讓再笨的頂頭上司都能一眼明瞭 如果你在製作數據分析 找出企業最需要不可或缺的關鍵性數據資料 進行大數據的分析和實作應用在公司 那 那頂頭上司就該換你當了 Python 機器學習運用實戰班 將剛剛收集的數據資料應用於機器學習 讓機器學習使用計算機 演算進行預測與應用 從大量的資料數據中找出可利用的 透過Python 建立機器學習模型 預測未來的行為、結果與趨勢 你也可以親手寫出一個天氣預測的程式 甚至是導航系統 再透過實作Lab 學習文字字串分析與基礎圖像辨識與分析 汽車、自動倒車、自動駕駛系統 都將是你的神能力之一 還有更多是只有你才想得到的夢想程式 你 就是開創未來的領航員 你看過電影《機械公敵》嗎? 裡面的機器人擁有與人對話 以及服務的能力 做菜、顧小孩、扭轉社會 呃...不是 是希望世界更美好啦 你有沒有想過 機器人已經不是只有在電影裡才看得到了 拍坊人工智慧整合實戰班 教你實現人與AI機器人系統間的通訊對話 建立機器學習模型 透過拍坊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 並建立Q&A服務、語音內容轉譯與語音辨識分析 給你適當的答覆 透過上手實作課程 建立你的第一個聊天對話機器人 現在已經有的無人商店也是未來趨勢 不需要電源服務 透過圖像辨識與人臉辨識互動 即可完成購買流程 透過使用拍坊語言與微軟認知服務 配上無數個攝影鏡頭 建立機器的偵測與辨識 接續進行人臉辨識與影像視覺分析 結合演算法分析顧客喜好與互動狀況 就算沒有人也可以完美的服務顧客 更可以提升銷售 也許哪一天你也能創造出 像是鼠尼一樣獨一無二的機器人呢 據這樣除了有一系列完整的拍坊課程教學 還有業界名師清零入門 帶領你透過企業實戰案例 學習應用直接與業界接軌 再搭配一系列拍坊應用的證照考試 取得你的第一張AI證照 拍坊是程式設計師工程師最火熱的程式語言 不管你想成為什麼工程師 學拍坊都能讓你成為大型公司的搶手人才 高薪熱門工作任你選 想成為業界搶手的工程師嗎 還不知道從哪裡開始嗎 來聚將學拍坊 讓你成為頂尖程式語言能手 學習應用沒煩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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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